一个课程叫梦想的建国家就带学生们去爬玉山 这个是不是激发生命前的一个课程呢 是学生学校其实很多课程都有符合这四个面向 大家可以去再去体会 那核心素养总共有这些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三面球像 包含自主行动社会参与跟沟通互动 这是我们国家目前希望各位培养的三大基本的能力 那希望大家能够变成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终身学习者 你出了高中出了大学或念了研究所之后 也能够持续的学习 并且能不断的向上攀升然后学习新知 这是我们希望国家希望未来公民所需要的一个基本技能这样 那我把它称之为叫做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 那这个核心素养就会跟大家未来到高中生大学 入学考试会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素养命题 情境命题会出现 好那这个就是三面球像 这个我们有空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有点太多 我先跳过去 好那108特纲到底对高中有什么影响 每一个高中将会长得不一样 每一个学校都会有自己的校定特色特程 台中一中有台中一中的 中跟十中有中跟十中的 每个学校都会长得不一样 我们希望大家培训的能力也不会相同 好那这个第二点 这样投影片非常的重要 对高中到底会有什么影响 申请大学从高一的选修课就开始影响了 因为会影响到你的学习历程档案 那学习历程档案会变成是 就是你在高中三年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选才的一个依据 教授会来追看你上传的东西 去决定你的一个入学的一个排序 这样子 好那学习历程档案里面有什么东西 就帮他你的基本资料 修课记录自转 多元表现 学习成果 所以你的每一门课程基本上都不能添费 因为都会被读实的记载 好那学习历导教呢就是我们教学的一个升级进化 希望能够让大家灵活应用所学 然后去处理特定的生活情境 并且能够让你对你自己的行为或行动来进行反思 好那这个是整体12年国教课程结构的内涵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懂一下就可以了 记得在我们高中分成固定课程跟校定课程 什么是固定课程呢 固定课程指的就是 全台湾每一间学校 每一所高中职 大家都必须学东西 就是你一般认识的 博音 素 色 字 这五大领域 艺能科等等 咨询领域等等 这是台湾每一个孩子都要学的 那校定课程 就是每一间学校都会有自己的 你学校里面的校定课程 每一间学校可能会有差异 例如像是多元选修 这会让大家选校定必修 有的学校校定必修可能是专题 或是研究法 或是第二外语 那有的学校校定必修可能是阅读 理解每个学校都会有不同的校定必修 然后还有补偿性选修 这些东西 然后大家熟悉的社团和谈心学习 我们归在那个团体活动里面 好 那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校定课程包含谈心学习 是由我们学校来安排 那我们是希望我们学校的愿景 能够借由校定课程来完成 我们希望培养孩子能变成是一个具有国际方视野的学生 那我们就会去安排第二外语 那我们希望孩子呢是一个有能力的学生 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专题课程等等 那固定的课程呢就是有学国家统一规定大家的基本的学历 所以同学如果你看到这一棵树啊 固定课程就是根 那校定课程就是它的枝根页 枝根页就是呢 你在固定课程的基础之下 能够灵活应用你的所学 然后能去解决很多的一些问题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学校 我们学校的一个愿景是展能活力跟国际化 那透过展能活力跟国际化 在学校的一个愿景之下 来支撑我们的一个跨领域科目 就是演奏法 还有第二外语课程 这是我们学校的校定必修 好 那这个我刚讲过了 校定必修就是我们学校 每个孩子中科学生的基本功 就办法去初间演奏法和第二外语 好 那多元选招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分成这三个一个阶段 第一个高一是世纪探索 让大家去看一看 诶 我喜欢什么样领域的课程 有的学生喜欢医药领域 有的学生喜欢机械 有的学生呢 喜欢外语等等 第二个 高二的时候呢 会进行探究跟生化 让大家去 诶 可能已经选好你的班群了 有的人想要去文史哲班群 有的人想要去那个数理化学群等等 那我可能就去探讨比较深度的一个课程 那到了高三 只是我有大学的预备课程 好 那这个目的必修大家不用选 学校呢 会帮你安排好 那动手要选的 就是包含这几个 三天机修 多元选修 和加深加广这样 好 那我们高一的部分 这个是帮大家来选择的 第一个就是初阶研究法 那109全年度第一学期 我们开设英文化学生物体育 公民建筑与艺术研究法 那每周结束呢是两节 那高一的处理实验班则是有三节 好 那时间安排在礼拜三的五到七 五到七 一般的班级一到三班是五到六 处理实验班四班是五到七节 好 多元选修的部分 学校总够安排了十门课程 供大家来做选择 待会这些课程的老师 就会一一上台来帮大家做介绍 好 好那有同学可能眼前去发现 哎有黄色的连在一起 绿色的连在一起 对不对 好同学这是因为 如果假设 我选的德国文化 我跟德国非常有兴趣 那因为我们这个部分呢 是跟德语的简定啊 证教考试有很大的关联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你都学的比较基础 学的比较深厚 然后比较扎实一些 所以我们就会把你的 额外绑进德语里面 然后希望是 我们会有那个赖于军老师来授课 所以就是说 如果假设你的多元选修课程 选到了德国文化 那你的第二外语呢 就会自动被学校绑入德语里面 这样懂我意思吗 好 那如果是同学对日语没有兴趣 然后也想要去考日语相关的简定或证照 如果你选的是日本文化 那你的日语课程会被绑定到日本语里面 日本语里面 那选择其他选修的同学不受影响 例如我选风桌游 或者是我选月面月上手 那我的第二外语可以由我自己来选择 我可能想要选法语 那我就会到法语班里面去 这样懂我意思吗 那这个PPT会再上传到学校 再请大家去参考 再来另外一个 供大家来学习的就是 供大家来选择的就是我们的弹性课程 弹性课程呢 预计安排 礼拜五的第三节 会有自主学习的计划 那自主学习是我们新课岗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丸 很多的学校会去採 就是看你的自主学习的一个 整个计划的实施和成果 要赚钱或者这样子 所以那个自主学习的课程 我们会帮大家安排 然后下面的部分的话 有选一跟选二 然后选择另一个是FRC的活动 我们会让大家有外定教练的 一个实施跟指导 然后选择二的话 就是外师的课程 有ESL4的班 好那选课时程 这个这一张特别特别重要 有关大家的权益 如果有手机给它拍下来 没关系 那我们今天呢 会办理开课说明会 那8月24号开始 中午12点开始到8月26号 我们会 学校的系统会开放多元选课 包含多元选 谈性学习跟研究法 然后预计在8月27号 中午的公告名单 多元选的名单 研究法的名单 到谈性学习的名单 好那预计呢 我们会在28号开始 再到30号之间 开放第二阶段的 第2Y的选修课程 预计9月1号公告 第2Y的选修课名单 好那9月2号不是正式上课吗 那正式上课的时候 请同学一定要到班上去听课 指定的场地去听课 如果听了之后觉得 跟你所想象的不是很合适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就起来交付处 填写那个 呃 将会选的申请单 然后必须呢 要经过两门课程 老师还有老师认证同意之后 你才可以去进行换班 你才可以进行换班 然后最后呢 由教务处来统一审核 这个邀请大家特别注意 好再来另外一点很重要 如果你跟我说 我去母席没有选课 我去旅游没有选课 不好意思 由电脑统一帮你选 你不得有意见 再来第2个 刚刚有讲过 德文跟日文的部分 我们会绑定 这个大家请大家注意 好 那选课系统的操作流程 不是 没有理解到 选课系统的操作流程 其实不难 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到时候呢 大家会有一组账号密 通常账号是学号 然后密码是你的身份正字号 好 那登录你的账号密码之后呢 你就可以来进行选课 那登出在右上 那接下来进去之后呢 就可以来进行课程查询 然后呢 接下来你注意看 用哪些课程跑出来 接着呢 有一点很重要 就开始呢 你要去选课 然后开始要选课 那选课完之后呢 同学可以按照你的自愿序来排序 比方说我最喜欢风桌游 那我就把风桌游的排序写1 然后第二个我可能喜欢那个 越变越上手 那我们就把越变越上手写2 必须排序 排1到10这样 好 那最后呢 学校分发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会让你看到你的选课结果 比如说我登机第一个没没上 因为可能能太多没有上 那我可能跑到生活物理区去了 那我可能就去看生活物理区 就会变成是我正学期的一个课程 这样 好 所以这个是以上是我们的简单的一个说明 那不知道大家关于这边有没有问题 到时候这些文件都会上传到所有的网站上去 再请大家去查阅 好 选课的一个位置 我们会放在效果 大家进到校网之后呢 其实就可以去有个在校生专区 然后里面就会有那个选课的一个网址 这个地方 这地方会有那个课程成绩专区 我们会把它放在这里 好 然后跟大家先跟大家宣导一下 就是我们为了配合108课堂 每个学校呢 最后设置一个108课堂的专区 同学也可以进到这个地方去看